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朋友 阿彌陀佛 又到《佛法在世间节目》的时段 《佛法在世间节目》 每个星期广播三日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 在FM104.6波段播音 播音时间是下周1点35分到2点05分 星期一是国语火音 星期三是广东话火音 星期五是英文的学学感作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为大家继续公布 这个宁言经修学法要 我们先来念佛 那么本师释迦茂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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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宁言经修学法要 就是台湾政界法师 国语主讲 我们看着法师的广告 用广东话和大家介绍 今天是去到第三讲 我们一起来收听 不管你过去曾经经历过 怎么样的生命 你的内心当中 留下一个什么的痕迹 什么样邪恶的功能 这个都概括承受 不要去怨天尤人 你要由现在开始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是虚妄的 完全不真实的 所以你是可以改变 而且它不是本来有的 你本来就是清静 过去的妄想是后来才有 它是因缘生的 当然那些妄想 也都会因缘而灭 所谓破妄显真 妄想是一样很抽象的东西 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 给大家体会一下 从前在美国 帕克莱大学 有一位体操选手 他的名叫做米尔曼 这个米尔曼 他可以说的是体操界的天才 他由小学就开始学体操 由小学去到国中 由国中读到高中 乃至去到大学 都是体操的选手 他的生命目标 就是要拿奥运金牌 他对自己很有词信 因为他在大学当中的表现非常之好 因为整个体操界的竞争 是非常激烈 几乎真的只是差之毫尼尔 所以米尔曼的压力是非常大 我们一个生活在妄想路的人 当然压力也很大 这个米尔曼时事都做觉梦 他发梦 梦到自己在体操过程之中 从上高一旁一声就跌了下来 结果就不见了金牌 但是经常他都会在这样的噩梦中来惊醒 随着奥运的时间渐近 他的噩梦就出现得越来越多 后来有一天到半夜的时候 他又从这样的噩梦中来惊醒 他醒了之后又睡不着 于是就像外套出街外面去跑步 一路跑一路跑 跑到一个夜间开的加油站 他就跑过去加油站那边 一到加油站他就遇到一个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就叫做苏格拉底 于是就跟他聊起细 这个老人家就问这个米尔曼 你是做什么的 夜晚跑步 米尔曼说 我是体操选手 老人家又问他 你体操选手 你生活得快不快乐啊 米尔曼说 我生活得很快乐啊 我以奥运金牌为目的 我生活得非常快乐 这个老人家听了 就说其实你是没有真正得到快乐啊 因为你今天追求的是你一个没办法预测的事情 未来因缘怎么样 你都不知道 而你的心就住在外境 外境是变化的 你怎么会有快乐呢 其实你是生活在一个不安稳性里面 这个年轻人当然就不相信老人家说话了 他觉得这个老人家 哎呀 和我都话不投机 我们年轻人应该是要有欲望 我才会快乐啊 所以两个人就谈得不投机了 这个年轻人有一天 他又踩单车去上学啊 突然间就发生了重大的车祸了 他为了闪避前面的车呢 就撞了去旁边的车 整个身体撞到飞起来 再跌回落地 结果就是大腿骨折 医生说 你今生可能不能够再做体操了 这个年轻人呢 卖二万呢 真是打击大了 因为他生命的目的 就是奪奥运金牌 你说他不能够做体操 他突然间觉得 他的生命真是完全没有意义 当他受到这个打击之后 当他走的时候 就去找这个老人家 就对这个老人家说 唉 我觉得现在生命真是没有意义了 老人家就跟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他说呢 在生命当中 每一件事都有意义的 这句说话呢 和宁严经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当你安住在真如的时候 无论成功和失败呢 对你都是一个增上的因缘 每一件事情都很有意义的 这个年轻人 他根本上听不懂 什么叫做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 那他自己想 难道我断了脚 这件事都有意义吗 老人家又再说 那这样啦 年轻人你明早早点过来 我带你去看一个非常美好的事物 这个年轻人呢 又充满了期待 打算第二天呢 有什么好东西看 于是呢 第二天 他就很早呢 七点就去找这个老人家 老人家呢 就带他去登山 这个年轻人一路上呢 因为他的心就充满了期待 有什么好东西看 他觉得呢 啊 一路走的景色都很漂亮 两个人一路走又有说又有笑 那么呢 这个年轻人就忘记了心中的痛苦 然后来到高山的山顶上面呢 他就问老人家 哎 你不是说 带我看美好的东西吗 在哪里啊 现在 老人家就说 你看你脚下 那些是什么 我踩着那些就是一块石头 这个就是美好的事物 这个时候 米尔曼突然间误导 原来重点 就是在过程当中 至少在走上山这两三个钟头的路程当中 我看到一切的美好事物 这个思想呢 后来就影响到米尔曼 他从今以后呢 就将金牌的欲望呢 忘记 老人家就说 你呢 继续去体操 但是呢 你要用你喜欢做体操的心情去练习 这个时候 年轻人 心里头没有妄想 结果呢 他就发觉 他做体操的时候 就更加专注 他对每一个动作的观察 就更加清楚 后来出乎意料 他终于得到全美国比赛的冠军 创造了奇迹 什么奇迹呢 就是一个受伤的人 得到冠军 在这个地方 他关键呢 就是讲明给我们听 我们无耻劫以来 被妄想所误导 使到我们的能力功能 完全就产生了障碍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举例 跟着来 就是讲 灵验经的思想和他的人生观 各位要知道 你一个安住在真如的人 你的人生 不是来受用的 人生是历来历练的 你一念的心性 依止所有信誉的因缘 以成就开显 你的自性的福德智慧 两种的功德 所以当你安住真如的时候 你发觉 人生每一件事都有意义 好的乃至坏的都有意义 酸甜苦辣 痛痛这些都有意义 相反来说 你如果生活在妄想当中 你的心是住于外境 人生只有某一部分对你是有意义 其他的就没有意义了 那你就将人生看成只是局部 将人生是分断了 这个各位要好好去体会 我们所谓叫做称性喜收 就是依止这一念心性 这样透过人生的历练来开显我们自性的功德 所以整个灵言经当中 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件事 是什么呢 就是开显你自性的功德 所谓借假收真 假借外在的恩怨 来开显你自性的功德 人生每一件事都有意义 在前面我们讲了这部经的经题 在这部灵言经当中 它将我们整个生命分成两个根本 一个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 就是我们心中的妄想 另外一个就是涅槃功德的根本 就是我们真实的心性 如果我们今天找不到涅槃功德的根本 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成就真实的功德 真实的涅槃 我们最多就是在人生当中 積习一些善业感而言 智者大师说如果只是这样 即习善业就叫做原收 就是说跟三宝结果完 也就是刚才说的 衰收善业心不安稳 你是永远活在这个阶段里面 你的生命永远是存在不确定 因为我们的心住在外境 外境是变化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诸幸无常 更加可怕就是诸法无我 外境怎样变你是做不得主 这个是跟我们过去的业力有关系 如果我们今天要突破过去的业力 你只有一个方式 就是把心带回家 我们来到收不迷不取不动 在这部灵言经的子观当中 有四个重点 大家要记住这四个重点 哪四个呢 就是有内外真妄 这个是实修的四个主题 第一我们先讲内外 灵言经观察人生 它是分成外在的环境 和内心的世界 你要把它分清楚 外在的环境 是你不能够决定的 我们对外在的环境 只能够认明 我们不要在外面的境 落太多时间 因为你根本上 改变不了外在的环境 你看一下 以前身为佛陀 他来到人间事宴成佛 当佛陀的家族被灭亡的时候 佛陀都没有办法去改变 因为佛陀是清楚的 而这个佛陀也不是佛陀创造出来的 而是佛陀发现了有这样的定律 所以如果我们花太多时间 去改变外境 只有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因为我们要理解 外在的环境 是你不能够改变的事 人生是要经营的 是你自己的内心 人生是需要注意的 是你的未来 所以活在未来 不是叫我们活在过去 首先 你现在就要将 住在外境活动的心 快点把它拉回来 即是说 先先将向外攀缘 住在外境的心 将它拉回到你内心的世界 人世间是会有很多痛苦出现 也都会有快乐出现 这些痛苦和快乐的出现 都是和过去你的业力有关系 所谓万般皆事业 半点不由人 一个人不能够学会去认命 你就很难安定下来 因为你总是跟着外境来转 当你的善业起现行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快乐 当你的逆境现前 你就很痛苦 你都是被外境来拉走 你什么时候才会得到安定呢 我觉得一个人要改变灵魂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认命 我们过去的业力 现在显现今生的果报 我们就叫认命 我们今生的恩怨是创造来生的 这个就不能够叫做认命 因为这个要叫做主动和积极 所以佛教徒是有所放下 也都有所追求 有很多人说佛教徒是很消极 这句说话是说对了一本 佛教徒对于今生所受的果报是消极 是要去认命 但是佛教徒对于未来 被谁都主动 我们要设定目标 我们要发言 然后去实践我们的理想 我们对来生是主动的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将心力放错地方 不要去改变一个你不能够改变的东西 如果练佛拓都不能够改变的 你可以改变吗 所以今生业力成熟 你所现出来的果报 即是说你的身体是不是很健康 你今天是贫穷或富有 或者你所得到的眷属是美满或是怎样呢 这一部分完全你只可以认为 因为当你这个业力是出现的时候 谁都做不到主 这个是你过去西所做的业 所以你要看透人生 首先就将在外境里活动的心 拉回到你内心世界 这个是第一个你所要处理内外的问题 第二就讲到真网 当你把心拉回来的时候 要处理第二个问题 就是真网的问题 你不是说将心拉回来就没事了 你的心有网心也有真心 那么你怎样能够远离妄想 安住在这个不生不灭的真余里头呢 所以整部《灵严经》的修学 就有两个主题 就是说 一个是内外的问题 第二个是真网的问题 偶益大师在他的灵严注解当中 他讲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譬如 这个譬如他就说 凡夫众生是什么相貌的呢 偶益大师就这么说了 身为一个凡夫 就举例好像一个转伦圣王 孟为矮子 就是说一个转伦圣王就是皇帝 他有很多七宝 有很多子女 是多么富贵自在 但是有一天 睡下午觉的时候 发过梦 发过梦 感觉到他自己变成一只蚂蚁 你知道蚂蚁就很悲賤的 就周围去吃人家 跌下来那些食物碎去吃 蚂蚁见到人就很害怕会走 这个转伦圣王是在做梦 他本身现在就是转伦圣王 但是他做梦的时候 他明明感觉他是一只卑賤的蚂蚁 转伦圣王和蚂蚁这两个人物 好像同时存在 这个举例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安住在增瑜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是转伦圣王 我们慢慢就向转伦圣王的方向行 我们就会开显转伦圣王的功德 如果我们还是习惯 一路跟着往上行 那我们一世就不会醒来 一世都是做蚂蚁 就是这样 谁都救不了你了 佛法的修学 你一定要自觉 我说实在话 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改变到你 一个人要改变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自己愿意去改变 甚至佛陀都不能够改变你的 佛陀出现这个世间说法 他是创造一个等你改变的因缘 他将道理告诉你 但是还要你自己 吸收这个道理之后 你发自你内心自己的觉悟 你自己告诉自己听 我要改变 这个时候 生命才是真实开始改变 所以自觉是很重要的 你自己不觉悟呢 谁都带你无办法的 就算佛陀出生对着你 都是无用 佛陀出生只是你的一个座员 所以古德华 梦里明明有六趣 国后空空无大千 当我们起颠倒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 真真正正是有生死轮回 就真的好真好真一样 乃至我前生是一个人 乃至是一个男人 今生又生来这个世界 变成一个女人 又持戒收福 来生又会生到天上去 天福响原了 可能下一世又堕落变成一只蚂蚁 就是这样 所谓六道轮回 这个六道轮回 就是由于我们颠倒的心生 妄想生起的时候 真是有轮回的 但是你收首领而亡三会的时候 你观察 观察就达妄本空 知道妄想只是一个生灭的假想 你开始不再随这个网转之后 这个妄想自然就消失 那时候你就结果知道 没有轮回 所以在佛的角度来看 完全是没有生死轮回这回事 在众生的角度 他们就真是有生死轮回 那现在我问你 那到底有没有生死轮回呢 答案只有一个 那你说有没有呢 如果你跟着妄想走的话 你就有 如果你能够学佛之后 回光返朝轮回 就没有了 这个我们说诸佛因缘生的道理 就是这样 你随信染污的因缘 那它就会出现 如梦如患的染污果部 如果你随信清静的因缘 它就出现 如梦如患的功德庄严的果部 而这两个果部 都是依止这一念心而生起的 这个染污的果部 就是迷 一个就是悟 就是迷悟之差 这一点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情况 如果你不觉悟的话 哪个都用你没办法 就算你念佛 佛都救不了你 所以念佛法门 它是用心力 来带动佛力 你一定要达到 临终的正念 那时你才可以去启动佛陀的力量 对你的加持 你一个人 如果临终起了个颠倒 那时谁都救不了你 那时谁都救不了你 就算你说 佛菩萨就会给你一个加持力 如果你的心是释放出的一个染污的因缘 那时你这个因缘就和生死轮回感应道交 我们的心永远都是做主动 外在的因缘完全就是被动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有可能在未来生命当中 变成转轮性王 也都有可能变成一只蚂蚁 关键就在哪里呢 就在你的心 就是看你究竟想跟着 妄想行 也就是要跟着正念真语来行 宁言经讲了这么多 就是讲这个观念 当然我们与妄想是非常熟悉的 如果叫我们一时间 要与妄想切断关系 真是很不容易的 这里前面所讲一切 只是总说 后面经文 就会不断地引用佛陀的开示 让我们看清楚 什么是妄想 什么是真心 现在讲到经文要义 整部宁言经的修学 就是要我们破网显真 在整个过程当中 就是要修学什么呢 就是要学 不迷 不取 不动 这六个字 不迷 这个是重要的关键 是一个理观 就是用智慧去观照 这个不迷 在偶益大师的开示注解当中 开展出空假中三观 如果你懂得用这个空假中三观 你就可以将妄想的心 转成真如的心 所以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 下面段经文就是说出真妄不宜 我们一起看经文 厄难与由未明 一切浮沉诸幻化上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幻网清上 其胜真为妙国明体 好了 这段经文在下星期先和大家解释 因为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非常感谢政界法师 请一起回向 愿意此功德 普及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也都回向各位听众朋友 身体健康 福为增长 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在下一个节目时间 在这里和大家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